你看美國有一名男子日前呢 在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有一處遊樂場 要搭乘雲霄飛車 結果呢這個郵具啟動之後 卻發現固定身體的安全感鬆脫 所以他情急之下呢 趁還很慢的時候趕快跳車 這樣子的驚悚瞬間全部都被拍了下來 那當時呢 這名男子他是爬到了左側的軌道過程 假設如果再晚一秒的話 這個雲霄飛車就要開始俯衝 後果恐怕是不堪設想 還好呢 最後這名男子平安脫困 之後呢 他對美國媒體表示 當天呢是去遊樂園來慶祝兒的生日 結果沒有想到差點發生意外 對此遊樂園方面 目前對這件事情還沒發表回應